亚洲运动用品展2011聚集了来自全球180家参展商 再一次为各色各样的运动相关产品缔造了理想的交易平台 亚洲运动用品展已经踏入第五届 业内举足轻重的进口商及代理云集一堂 展示林林总总的运动服装 运动鞋 配件 以及各类运动健身器材和设备 参展商组成了多个展馆 包括印度 韩国 台湾 还有首次设立的巴基斯坦馆 亚洲运动用品展的国际色彩十分浓厚 从交流酒会的盛况可见一番 出席的宾客互相交流业界的消息 气氛轻松愉快 大会设立了多个主题展区 包括户外运动用品 健身用品 运动服装及运动鞋 运动装备和配件 以及布料和物料等 从世界各地前来参观的买家都感到十分方便 积极物色有兴趣的产品和业务伙伴 素质超拙的品牌产品都可以在品牌展区找到 这个展区的布置别具格调 很多外家都慕名而至 采购各类设计出色并深受消费者欢迎的产品 Asia is a big family You need to bring your connection and this is a good opportunity It's a result of a partnership with Hong Kong and TDC It's going to help us to get more traction from some buyers What I like in Asia is, this open mind 基本上要找到最好的方法 我们已经去澳大多年了 现在我们找到澳大利亚的国家 澳大利亚和澳大利亚 也需要更多的增并比澳大利亚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参与其他地方 非常接近我们 这帮助我们的优优 给所有优优 SportsOSAsia是很好的方法 我们有很多购买的 XBITTERS都很开心 It's the best exhibition I would say, I got a very good inquiry from this exhibition. Many of the customers around the globe visit this exhibition. In Europe we do go into ISPO, it's a very good exhibition in Munich but still we think that this exhibition also have potential. We should come and display our products to meet new customers. This is a great chance and great opportunity if we can open our overseas sales volume, 大会组织专业 展品分门别类紧紧有条 买家都十分欣赏 此外 会上展品种类繁多 琳琅满目 买家也感到喜出望外 这届亚洲运动用品展 吸引了来自85个国家及地区 超过6000名业界买家参加 这是唯一的地方 我们可以找到新东西 我们需要新东西 我们继续维持续建筑 很多设计们 现在他们有更好的品质 它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想找到好的设计 我会说 95%是从香港 大家都在做商业 有一个好选择 每个人都会给你时间 但现在这些地方是在 尽管的东西 尽管的品牌 我会发展到货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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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新东西 我们只要有这么多 设计的设计 我们需要有好好的 货币品牌 知道什么是在世界上的 我认为 我认为 是最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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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到货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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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1年 研讨会集中探讨 新兴运动用品市场 以及中国内地市场的发展 与会人数众多 反映热烈 来自波兰的讲者 Spot Business PL总裁 Piotr Ombansky 就欧洲运动用品市场的发展 分享所知所见 另一项备受注目的研讨会 邀请到 世界体育用品波兰杂志的 王欣女士 以探讨中国内地 运动用品市场 潜力为题 发表了讲话 大会也在多元活动区 举办了多项精彩活动 包括在运动家广场 进行的参展商产品示范 让买家仔细观赏运动鞋 运动服 及战争游戏装备 此外 在运动服饰用品巡礼 模特穿梭往来 展示运动服饰 运动鞋及配件 引人注目 亚洲运动用品展 2011 是首屈一指的业界盛会 活动精彩有趣 商机处处 第六届亚洲运动用品展 将于2012年10月 甲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 要选购最新的运动健身产品 千万不可错过 到时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